在軍事上面 現在的態度跟以前也不太一樣了 以前相較之下 比較愛愛內涵光 比較是希望以和為貴 但現在是有什麼說什麼 南海這邊 現在大家擔心的是哪一個點 是先兵暗交 說這邊緊張會不會升高 但菲律賓的海軍跳出來了 強調什麼 這邊絕對不會成為南海的新衝突點 講起來好像弱弱的 沒有 他後面一定要加一句 中國海警非法恫嚇 侵犯性還有欺騙性的行為 才是這一個地方動盪的源頭 南海現在大家擔心的是 會不會緊張情勢升溫 美國這邊再一次的講 不會我挺你 因為我們有共同防禦條約 甚至還講 說這個也是用在南海任何地方 你們的公共船隻 武裝攻擊這一些 我們通通都算在裡頭 中國駐飛的使館馬上就回應了 有關國家不是南海的問題方 你就少說話 不要介入這一些涉海問題了 甚至現在也傳出了 說飛魚兵這邊有兩艘的海警船 闖進了仙兵礁這裡 美國記者隨傳報導 所以大家就講 說這個到底是為什麼記者剛剛好就在船上 剛剛好在這個時候就可以馬上隨傳報導 是不是美國真的這一回已經全面性的要當它的後台了呢 而且目前看起來美國在太平洋海域這邊有一些新的佈局 包括了暗音高超音速導彈 現在說飛3000里來擊中目標了 現在其實是美軍這邊在6月的時候第一次來完成超高音速導彈的全程飛行測試 而且從夏威夷飛到馬少爾 大概是飛了3000多公里 這一些當然也覆蓋了中國的一些主要地區 所以會讓大家覺得特別的敏感 整個太平洋上頭 美軍開始可能兵往後撤 但是這一些彈藥或者是射程的部分開始要往前進 至於盟友上面 日印現在再一次的聚在一起 2加2的外長防長會聚焦的就是安全問題 關注的當然還是中國 可是也有軍事上面的動作 他們同意了出口艦艇用的天線到印度來 這個天線系統被稱為是獨角獸 它可以把多個天線集中到一套系統裡面 然後縮小它的體積可以幫助逆蹤 好 現在這個是日本開發的 那這一些竟然也要出口到印度 是讓大家一起壯大強大起來嗎 日本其實近幾年他們在軍事上面的開發還蠻多的 現在無人水面艦艇也要開始來部署幽靈艦隊 對抗的當然就是中國 畢竟現在在海面上面 他們也常常跟中方在釣魚台附近海面 或者是中俄艦隊在這邊繞來繞去的時候 當人力不足的時候 還是需要借助幽靈艦隊的幫忙 至於印度的部分則是發現了 在邊界的地方有看到了 這個殲20還有轟6K在這附近進出同時還掛彈了 所以也讓印度這邊有大部隊的在邊境集結 要進行軍演要審慎以對擔心會有任何的差池 這一些都是在中方他附近的鄰居跟美國友好 這些盟友的一些舉措 但是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呢 日本現在內部的問題當然就是了 9月他們來選之後誰要來當家 而剛剛好漢田也就在這個時候說他要在9月 先前說去美國嘛 現在又說要去韓國 確認兩國繼續合作 只是誰要來當家 會不會影響到 岸田他最後要走的時候 所留下來的這一些的遺產 這一些的舉措 自民黨目前看起來要參加的超過10個人 所以競爭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只是石破茂也就是他們的前幹事長 確實在民調上頭 好像還是排在比較前頭 那如果是他的話 會不會有不同的動作 就是要請教賴老師了 您怎麼樣來看 我們先從南海開始吧 菲律賓現在講法是說 這一些都不會是新的衝突點 衝突點都在中國的海景 不是你菲律賓說了算了 也不是你美國說了算了 大家要問的是你半夜三更不睡覺 帶著美國的記者團 然後美國的記者團也不睡覺 就跟著菲律賓的船 然後到暗夜的時候 跑到了這個仙兵礁要去衝撞 被擋了以後就往仁愛礁跑 然後到往仁愛礁去撞 中國大陸的船 那被撞了兩個凹洞 回來以後就哭爹喊娘的 然後美國的媒體就大肆報導 接著美國的國務院 就立刻譴責中國大陸 同時美國的安全部門 就是蘇利文馬上宣布 給你五億美元 給誰呢 給菲律賓 犒賞你表現得好 鬧得好 幹得好 繼續幹 這個就是美國的企圖心 美國的做法其實太急了 太明顯了 大家看得好清楚 都是美國的記者比較多 然後美國的記者半夜不睡覺 然後就跟著船就跑出來了 然後蘇利文迫不及待的 馬上宣布給你五億 給你五億 好好的幹 幹得不錯 表現不錯 繼續來 但是我個人認為 大陸的反應還是太自視了 其實大陸反應應該要告訴美國 你的美飛的協定是你們家的事 你要介入南海的問題 跟中國要爆發軍事衝突 那你來試看看 我如果是大陸我就會回答說 你來試看看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要做的態度 第二個 我覺得大陸對菲律賓的船隻 應該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讓它有來就無回了 就是來一艘毀掉一艘 來一艘毀掉一艘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客氣的 如果你一直說 我現在是很高度的克制 其實高度的克制 有的時候會被人家解讀成為 你是軟弱的 你怕事 你軟弱你怕事 就像我們看到伊朗 其實就是高度克制 結果就被越惹就越大了 從蘇萊曼尼被殺 克制 然後到指揮官到敘利亞 被以色列這樣子 直接殺害高度克制 現在直接跑到你家去 把哈尼亞就殺了 你還 我們的指揮官是聰明的 我們是可以等待很久的 還是高度克制 高度克制很多的時候 就會被解釋成為 你軟弱你怕事 其實我們看到 菲律賓要在鬧 就應該要讓他付出代價來 那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這一些人在鬧 你基本上沒有讓他的船隻 受到嚴重的損害 怕什麼 前段時間 菲律賓也來鬧的時候 那時候造成他們的 這些 那個特種部隊的軍人 會頭土臉的回去 你看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才是叫叫好 菲律賓怕了一陣子 回去哭了半天 然後哭了半天以後 就休息了一陣子 現在休息夠了 忘了痛了又來了 我覺得有的時候 不用太克制了 因為很明顯的 你知道他們是來鬧事的 來鬧事的人 你還要克制嗎 來鬧事的人 當然蒼蠅趕不走的時候 就只好用蒼蠅拍了 你不能夠蒼蠅趕不走 還很客氣的 很溫柔的說 走吧 走吧 蒼蠅拍拍下去 該拍了吧 我們最近在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好 我們剛剛講到了 目前在南海這一邊 所以美魁一直跟菲律賓講說 去吧 我聽你 可是問題是 菲律賓真的會去嗎 然後旁邊的日本跟印度 現在都有動作 我想請教一下 蔣將軍怎麼看 我們都知道 所以冷戰時期就是 美國他知道要跟蘇聯 那個時候是蘇聯 打冷戰 他那時候就拉著中國 跟他一起合作 然後一起來對抗蘇聯 但是他發現中國強大以後 他現在來講的話 他想要拉印度 可是我覺得說你拉也要拉一個 跟你對等實力差不多 你現在拉印度 印度其實我說實在話 在軍武上面 他確實是服務起來阿斗 然後他不管他自己在本身的軍工業 或者各方面 等於說七拼八湊都是從美國 不管是意大利 法國 英國 美國 所有國家的武器把它拼湊在一起 做成他自己的武器 那接著下來 但是他發現說是當 這個中國慢慢強大之後 已經威脅到他在第一島鏈的駐軍 那現在我覺得美國很明顯 他的方法是什麼 他自己美軍來講 已經是撤到第二島鏈去了 他是站在一個 戰略支援的一個地位 就是我支援你第一線作戰 第一線作戰他交給誰 交給日本 很明顯他交給日本 所以他提升日本 這個美軍在日本的 這種司令的一個官階 從三星中將提升為四星中將 然後也要求日本說 我提供給你 這個位階也提供你這些武器以後 然後你來負責聯絡菲律賓 然後甚至於說是 要跟台灣也要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看到 不管是日本來講的話 前一陣子他們有可能 當選首相的原來的 日本的防衛首長 到我們台灣來見了賴清德 然後當時的安倍 安倍經常也講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現在來講日本又跟菲律賓 又要綁在一起 二加二綁在一起 所以很明顯的我們看得出來 就是美國現在打的算盤 就是讓日本 這個台灣 菲律賓還有印度 這些國家來圍堵中國 但是他自己來講的話 就躲到後面去了 我覺得這是美國一個戰略構想 但是你有沒有這實力做得到 我覺得這很難 因為現在這個解放軍 三不五十的福建號 就到你的關島附近去 繞一繞 走一走 所以今天好像 075也到太平洋去了 好 其實大家就在說了 地區上頭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當這個勢力集結 然後情勢升溫的感受 到底要怎麼樣來理解 畢竟我們也在其中 等等回來 我們要請賓哥來幫我們總結 節目最後要請賓哥來總結 我覺得大家有沒有發覺 在南海現在出現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美國一直不再三強調 就是什麼什麼情況 都符合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好像他隨時準備出局 準備開戰 可是美國每次這樣一講完之後 菲律賓就跳出來講 這個不是用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這個不關於這件事 他們到底在幹嘛 其實他們在幹的就是 我們今天上面這個圖顯示 美國要的只是要打輿論戰 他就是不斷的用媒體 就是讓菲律賓的船 去跟中國大陸衝撞 衝撞之後讓他們的媒體 拍下一些影片 畫面 然後就散佈到全世界去 要去跟你打輿論戰 要讓全世界認為說 是中國很好吧 其實他們要做的 就只是這個而已 他也不想真正在南海 跟中國大陸正面衝突 所以我覺得 就是他們的企圖 已經如此明顯了 大陸自己就要去想清楚就是 不管你讓或不讓 他一定要把你塑造成一個 在南海的知識者就是你 那你們準備打算 怎麼樣去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印度呢 印度這個國家 是個很有趣的國家 也就是 美國一直希望印度 參加他的整個印太戰略 可是印度老是 有的時候跑來一下 可是有的時候 跑到俄羅斯那邊去一下 就這樣閃來閃去 閃來閃去 其實印度的就是這樣 印度這個國家向來的個性 就是有便宜我就站 但是發覺這個事情 沒什麼搞頭 沒什麼便宜我就會離開 所以現在日本願意 提供新的技術給他 這種整合式圍桿啊 很多的這種 這種雷達圈 全部整合在你 新技術給我 OK我當然來啊 但是 你以為我拿來你的技術 我就會跟你一起協同作戰嗎 那可未必 印度總是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 美國的印太戰略 始終搞不太成的原因喔 那至於日本跟韓國 老實講 即使現在自民黨黨魁換人 他重新再選 就不管多少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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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